投身所看起来忧心忡忡 23号全国工业总会发表2015年白皮书 好不讳言直批台湾整体投资环境 正在走向崩坏 台湾的整体投资环境 正在急速走向崩坏当中 企业在国内法定劳动成本 正不断地在大幅增加 已经超过我们正常薪资的20% 产业的获利主要是作为支付海外劳工 这个员工们的薪资 所以对于国内的员工的薪资就难以提升 许盛雄炮火猛烈 还说每逢选举国内企业都受到一连串的践踏 许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刻意讨好部分族群 像是劳工环保团体或是社福团体 不时在国会中提出不合理的法案 让业界疲于应付 政府要提出这种税开征的作业的时候 我们就起起以为不可 我很同意最近不管是曾主委 或是曾经工费他们的建言 我想我们应该受到一个好的策资犯件 如何在他投资的架构里面 去得到合理的投资报酬 来又产生诱因 使得更多人可以去做投资 对于金管会主委曾明宗认为 正所税是台股成交量大幅下跌的元凶 许盛雄也表达赞同 更指出不要为了客不到的税 伤害台湾的资本市场 许盛雄直言 正所税既不理智也不够聪明 美国就是欧元区还有中国大陆 应该我们主要的市场 应该就是稳了下来 这样子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 去继续去看坏台湾在未来的一个经济动能 不过龚总对于是否能保三 还是看好未来景气 但台湾投资环境已经一年不如一年 也难怪企业大佬忧心忡忡 记者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